近日,新版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开始实施,医疗器械目录是采购或将成为主流,高值耗材全国联动就要来了。 8月1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实施有关问题解读。 主要针对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2017年8月31日,发布了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以下简称性分类目录的具体实施做出来详细部署。 根据权威数据得知,我国约有7.7万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和3.7万余个医疗器械备案停证,先分类目录的出台。 一是为了领得医疗器械产业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涌现的趋势,二是为了满足对医疗器械分类管理更多,更新的要求。 特别提示,储蓄版文左舍远文件,请在本队画框输入分类目录过去。 新版分类目录编写历时三年,2015年7月,全面启动修订工作,进行分类目录框架,结构和内容的整体优化扫折。 2016年,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征求意见稿发布。 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正式发布,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以下简称新分类目录。 2018年8月1日,新版医疗器械分类目录正式实施。 新版分类目录更符合现实需求。 新旧目录框架内容对比,新目录内容新目录2002版目录自目录出2243产品, 类型206个一级产品类别,260个产品类别1157个二级产品类别产品名称举例6609个1008个降低管。 里类别40种仪式架构更具科学性。 更切合临床实际,人分类目录43个字目录调整为22个字目录, 将260个产品类别细化调整为206个一级产品类别和1157个二级产品类别, 形成三级目录层级结构。 二是覆盖面更广泛。 根据指导性和操作性,增加2000余项产品预期用图和产品描述, 将现行分类目录1008个产品名称举例, 扩充到6609个。 三是合理调整产品管理类别, 提升了产业现状与监管实际的适应性。 为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提供了抑制, 对上市时间长,产品成熟度高级风险, 可控的40种医疗期限产品降低管理类别。 此事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 先分类目录与2002版目录相比较, 内容上更来丰富和完善, 产品覆盖更全面, 目录的科学性和指导性明显提升。 参考2012年, 把部次各自目录内容设置, 先分类目录修订稿中设置。 自目录, 类别序号, 一级产品类别, 二级产品类别, 产品描述, 预期用图, 品名举例, 管理类别八项内容, 键表一, 2002版目录为五项内容, 分别是, 自目录, 类别序号, 产品类别, 品名举例, 管理类别。 键表二, 调义新分类目录结构, 自目录, 类别序号, 一级产品类别, 二级产品类别产品描述, 预期用图, 品名举例, 管理类别表2, 2002版目录结构, 自目录, 类别序号, 产品类别, 品名举例, 管理类别设计注册, 备案多个环节, 影响重大, 新分类目录的框架和内容均有较大调整, 对医疗器械注册, 生产, 经营, 使用等个环节都将产生影响, 首次注册时间节点状态, 其他条件, 政策要求, 2018年8月1日前, 已受理并准与注册无二要原分类目录, 合法注册证, 已受理尚未做出审批决定, 按照原目录审批, 对标新分类目录不涉及产品管理类别进行调整, 按照新分类目录合法注册证, 在注册证备注册中注明原分类目录产品分类编码, 按照原目录审批, 对标新分类目录涉及产品管理类别调整, 按照原分类目录合法注册证, 在注册证备注册中证明新分类目录, 产品管理类别和分类编码, 分类编码为责目录编号, 2018年8月1日前, 已申请注册, 无按照新分类目录, 提出注册申请延续注册, 2018年8月1日前已受理并准语注册, 按照原分类目录合法注册证, 已受理尚未作出审批决定按照原目录审批, 对标新分类目录不涉及产品管理类别调整, 按照新分类目录合法注册证, 在注册证备注册中注明原分类目录产品分类编码, 按照原目录审批, 对标新分类目录涉及产品管理类别扫整, 按照原分类目录合法注册证, 在注册证备注册中证明新分类目录, 产品管理类别和分类编码, 分类编码为字目录编号, 2018年8月1日起延续注册簿, 涉及管理类别调整按照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 法科新分类目录, 提出延续注册申请, 按照新分类目录合法注册证, 并在注册证备注册中注明原医疗器械注册, 编号注册证变更时间节点其他条件政策要求, 2018年8月1日, 前无医疗器械注册变更文件的注册证编号, 同原医疗器械注册证, 2018年8月1日, 后如原注册证, 为按照新分类目录, 和八的医疗器械注册变更文件的注册证编号, 同原医疗器械注册证, 如原注册证类案, 照原分类目录合法的八一, 后合法的注册证变更文件备注栏中同时注明新分类目录, 的产品管理类别和分类编码 备案评证时间节点状态 其他条件政策要求, 2018年8月1日, 前已完成备案不涉及产品类别调整, 原备案评证, 即是有效, 按照新分类目录, 涉及类别有的类别, 调整为个类别, 应当依据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 和先分类目录的规定案, 照改变后的类别重新申请注册, 并于2019年8月份11日前完成注册, 2018年8月1日, 后新备案申请无应当按照新产品目录, 和关于发布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的通告,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实施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有关单向的通知, 以及2014年5月30日发布的医疗器械分类解定文件中有关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分类解定意见实施备案, 经营许可证和二类备案停证, 2018年8月1日起, 先申请经营许可证, 和二类备案停证无经营, 算为应当分成员分类目录, 分类编码区和新分类目录分类编码区, 并明确标志, 经营范围填写的此目录类别, 在全部产品均为新版产品分类编码的注册证后, 不再分区, 对于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 监管部门还没有太多, 关于前后变化, 带来的具体指导意见, 但是从原理上来说, 特别是某些产品的分类, 会从二类调整, 问三类, 而二类器械生产企业经营企业, 和三类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需要的资质还略有不同, 因此相关收到波及的企业, 还是要尽早与要监局沟通, 尽快转快生产经营资质, 以期将相关影响降到最低, 二级医疗器械的审批, 将由省级主管单位负责, 也是此次修订, 一大变化, 需要记忆点, 三类国家局, 二类省级, 一类地区级备案, 对于医疗器械领域, 分类目录修订可谓前一发而动全身, 医疗器械目录式采购将成主流, 医疗器械本身就具有特殊性和唯移性, 是导致耗材采购, 难以实行统一采购的重要原因, 新版分类目录的落地, 组织制定为医疗器械名称术与指南, 与分类目录修订相结合, 并推荐医疗器编码工作, 跟踪美国FDA, 欧马, Industra, 关于医疗器械编码, 也有得工作进展, 配合2016年下巴的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 医疗器械名称相对混乱, 误导识别, 存在夸张绝对用语等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中, 通用名称数据库的搭建, 医疗器械通用名称的实施, 不原意, 高度压缩价格空间, 国家对高值医用耗材行业的整治, 近年来几乎都从集中采购, 两票制, 国家谈判等展开, 其价格也在一路走低, 而新分类目录的出台, 统一的分类编码, 可以解决基础数据库搭建问题, 尽管目前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数据库, 但如果能够耐入了统一平台, 有利于价格监控和招投标的规范, 实现招投标数据汇总, 促进价格联动, 极高招标采购效率, 再往深想一步, 不难解读出预对耗材价格, 实行全国联动的趋势, 编码和数据搭建, 对企业来讲, 可以通过数据中的不良反应数据, 来说明产品质量问题, 将市场竞争置于更未透明的环境中, 更重要的是, 有助于消灭其中的不良商业行为, 以达到降下的目的, 在耗材集中采购和大降下的趋势下, 有了分类目录, 与今未来以目录是采购为主的集中采购或将成为主流, 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